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谢谢 我最近发现 我个长相会给我带来一些困扰 当然不是丑啊 是我长得太老实了 这样很容易让我遭到一些道德绑架 就比如说当有人问到我的择偶标准的时候 我发现我没法回答 我喜欢一个性感辣妹 大家会觉得 啊 他不是应该喜欢善良的吗 就我这个长相 只要是喜欢一个辣妹的话 我就是个坏人 我现在就特别羡慕那些天生长得很坏的人 他们只要不骚扰辣妹就是好人 我最近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女性越来越好看了 就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 可能是因为最近挣到钱了 敢看他们了 看完之后我会觉得 现在女性的平均颜值 比男性要高 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我为定的责任 但是看到徐志成之后 我觉得他的责任更大 长得越差 责任越大 当然出现这个局面 不是我们男生不求上进 而是你们女生进步太快了 你就像我每次出门前照镜子 我看着我刚用洗面奶洗完的脸 再闻一闻我刚换的衣服 还散发着洗液的清香 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 我不能再打扮了 再打扮下去就有点过分妖艳了吧 你要相信我们每个男生出门之前 都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亮的仔 我们也是出门之后才知道 好像林云家的狗都比我们精致 所以每当有人说我不修边幅的时候 我都特别地委屈 因为那已经是我努力精修过的样子了 就那一刻我才明白 就在背后偷偷地努力 看上去毫不费力 是这个意思 但其实我们男生也有外貌焦虑 我身边最快乐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单身多年的小胖子 他是那种看见美食 比看见美女还要开心的人 完全没有身材焦虑 然后也不想着谈恋爱 但他就是快乐 就他的那种快乐 就让你感觉 就是生活拿他没有办法 就一般这种感觉生活正面对抗的人 都是我的偶像 但结果前两天我的偶像跟我说 他想减肥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想谈恋爱 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的感受就是 我塌房了 他竟然要谈恋爱 没想到你胡子拉扯的 竟然也要取悦女性了 你跟绿茶有什么区别 你这个胡茶婊 对于压力就特别的大嘛 然后前两天就去玩了一次密室逃脱 当时去到那个地方 号称是全上海最恐怖的一个密室逃脱 但我去了之后发现装修也一般 我就问老板 你这也不恐怖呀 老板说一个人598 我说你等一会 这有一点吓人了 更恐怖的是 我去了之后才知道 那个局全是我们公司的男同事 你知道就以我现在这个年纪 遇到这种局的心态 只有一个 就白跑一趟 我觉得去鬼屋玩 一定要男女搭配一块去 因为你跟同性朋友一块去的话 进去之后就会发现 那个房间里面啊 除了恐怖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在里面就只能干害怕 因为在那种环境下 男生的天性就是想要保护女生嘛 比如有一个女生胆子比较小的话 我们站出来一保护她 大家就都不害怕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几个人里面呢 胆子最小的就是吴星辰 当吴星辰在里面被吓得 大喊大叫 上蹿下跳的时候 我们发现她并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不仅不能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甚至我们也想吓她一下 怎么不把你吓死呢 她当时是扎了一头脏便进去的 进去之后 她的脏便直接被吓开了 你们可能有人见过她 她那个人怎么说 头发又长 长得又丑 当时整幅画面看上去 她比那个鬼更像鬼呢 就每一次她在里面被吓得 大喊大叫的时候 我身上都会产生一种冲动 就是我今天 我要保护那个女鬼 大家估计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徐志胜 确实这个节目效果 确实是很多演员 靠努力无法达到的 等一下就变了 对啊 朗坡路 确实节目播出最后 收到了一些好评 全是夸我丑的 真的我说我研究生刚毕业 大家也不信 还有人给我发微博私信 说你给我看看 你的学信网截图 确实刚刚研究生不一样 我就发现在社会里 和在学校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你在学校里 你会发现身边的人 都特别有梦想 你感觉每一个人都活在梦里 我一个同学啊 他的梦想就是去美国留学 然后从大一就开始努力 每天非常努力地倒时差 他就认为他和去美国之间 就差十二个小时 我另一个同学 他的梦想就是去拉萨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 他就一脸庄重地看着我 他说自圣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去拉萨 我站在旁边 看着他庄重的样子 我都感觉他是文成公主 而且他也不努力 我倒时差同学都过来劝他 说你得努力呀 你实在不行去楼底上 练练高原反应什么的 但他不是喜欢 宣扬他的梦想 经常跟我说 我说自圣你知道吗 我说哥们我知道 你有一个梦想是去拉萨 现在我都有一个梦想 就是送你去拉萨 现在你去拉萨的火车票 我都替你看好了 来回七百五 你要从大一一天存一块钱 你现在从拉萨回来两趟了 当然了 我也根本不想送他去拉萨 我说让小鹏披五送你去吧 他有百变空间 开累了还能躺下休息 读读书什么的 他说读书我懂啊 自圣我见你第一眼 我就说自圣啊 你就得多读书啊 但是你会发现 进入社会就不一样了 进入社会真的很难 找工作就很难 你在学校里还会能经常听到别人安慰你说 啊呀 自圣没事 你们年轻人的机会是无限的 但是当你出来找工作 你就会发现 年轻人的机会确实是无限的 但是年轻人也是无限的 而且根据求极限原理 无限比无限很有可能等于零呀 听不懂这个梗呢 真的很难有无限的机会呀 找工作人真挺难 而且招聘要求上一个个还在那写着 要求什么五官端正 普通话标准 我说这个针对性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呀 哎呀 去年呢我还是找了一份实习工作 是在一个教育机构里当初中物理老师 然后我遇到这个领导特别喜欢劝别人喝酒 我第一次跟他喝酒 我就说我说领导我不会喝酒啊 我说真不会 领导说真不会啊 我说真不会真不会 来来来 我教你 来你看 这个是酒 这个是嘴 喝酒啊 唯一的难点就是把嘴张开 就这种领导教你的 有很多东西是领导是不教你的 但他认为你知道 有一次我跟我的三个领导坐电梯去吃饭 大家可能知道啊 在电梯里有一项潜规则是 谁的地位越低 谁就应该按这个电梯按键 但我当时就认为是谁离得近 谁按 所以说我和我的领导从12楼到9楼吃饭 电梯没打开 还是12楼 我的三个领导开始同时把目光看向了我 我在那儿就以为是他们想让我缓解一下这个尴尬 有个领导说 我说领导啊 这个按电梯啊 就是这个是手 这个是按键 按电梯唯一的难点是你要用手给这个按键一个压墙 但是当你为了环境尴尬讲了一个梗 但你发现整个电梯里回到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而且这个小领导真的是很生气 他出去之后开始给我传递一些特别错误的价值 我说只剩啊 只剩 你都进入社会了 你应该学会先当狗 再当人啊 真的 这一句话就整个的颠覆了我对进化论的认识 就因为这句话对我的重启太大了 我几年都问了领导一句 我说领导啊 那你现在是人是狗 我来到这里先来到这儿 谢谢